海天一色 幽静的海边 一家人悠闲走走 情侣浪漫拍照 这里是泰国马岛 和泰国其他的观光海滩不同 这里禁止喧闹的水上摩托车或是海上活动 只有安静享受海滩风光的游客 泰国近年来力推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模式 主打对环境友善 以及更加了解当地人文与风图的旅游方式 位在泰国东部的马岛面积13平方公里 原本岛上的居民多以种植椰子 橡胶及捕鱼为生 1974年马岛开始发展观光 虽然当时为居民带来就业机会 但污染和垃圾问题也随之而来 十年前泰国公共组织指定区域永续旅游会 选择以马岛作为泰国第一个低碳生态岛的示范岛 引进循环经济概念 处理岛上废弃物 让废物再利用减少垃圾产量 而岛上居民也亲属公约 像是一脚踏车电动车代步 仅一己之力保护马岛 他是马岛居民诺带敦 家族在岛上已经生活了五代 他说因为气候暖化观光客破坏 马岛的珊瑚礁逐渐死亡 四年前居民找政府帮忙护育 他也因此成立保育组织 并且把白化的珊瑚礁带回家护育 等珊瑚成功活化后再放回大海 不止如此 一群喜爱马岛的泰国人和外国人 合力组织了马岛垃圾英雄志工组织 每周末进行敬谈活动 为了保护环境 泰国政府积极推展生态旅游 期盼在维护环境原貌下 让生态永续发展 而不是过度消耗 庄社记者旅行会 马岛报道